海贼王,压制玉田的强者,白胡子随便敲一下就打倒了。 海贼王动漫更新了一集,内容说到玉田并没有抓住铁链坚持三天,还差十几分钟,接住她掉进海里,随后来到一座道上并遇到了一个名叫天石月的女人,天石月是她未来的老婆,桃之柱和日和的亲生母亲。 刚来到岛上时,玉田看到天石月正被一群海贼欺负住,他们是章鱼海贼团的人,玉田好心出手帮天石月赶跑了那群人。 第二天,欺负天石月那几个人又来了,还叫了他们的老大,也就是船长,名字叫做卡尔玛。 没说几句话,玉田就和卡尔玛打了起来,在此过程中玉田被卡尔玛压制住打,还气喘吁吁的,可以看出卡尔玛势不弱的。 两人就打了一会儿,后面白胡子来了并用他那把关公大刀敲了一下卡尔玛,后者立即晕了过去。 对于这一幕有些网友觉得很奇怪,白胡子轻轻敲一下卡尔玛就被打倒了。 这到底是有多弱啊?而被卡尔玛压制的玉田又到底是什么实力? 有看过漫画的人想必都知道,玉田是能够和百兽凯多相比的人,实力非常强大,为什么会被白胡子轻而易举妙杀的卡尔玛压制?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,玉田在海里泡了三天三夜,身体极度浮肿,体力什么的都到达极限了,虽然经过一夜的休息,估计也就恢复到三四成吧,所以他被卡尔玛压制住打很正常,大家不用觉得奇怪。 而白胡子能够秒杀卡尔玛,纯属是前者实力太强大,再加上是从后面给来了这么一下,卡尔玛并没有注意到,因此被秒杀也很正常。 卡尔玛后来加入了白胡子海贼团,还参加过顶上战争,这确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,大家应该对他没有印象吧。 最新的内容还说到,玉田正是上了白胡子的船,并被白胡子称之为弟弟,不是儿子,于是他们的冒险就这样开始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